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齐恩 今天的1700中天正情室 马上带您掌握三个新闻重点 好 首先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金华成案虽然被吴宝请回 但今天柯文哲就不满认为说 不希望有一天在台湾有罪的定义 重新改变成 民进党说你有罪就是有罪 据了解最快北俭将在今天 就要提出抗告了 好 再来是台南市长黄伟哲 即将在2026年卸任 而现在民进党已经展开了 各方人马角力战 而现在最新民调也破了光 目前谢龙介在支持度都赢过 有意挑战台南市长的民进党立委 唯独陈廷飞 而谢龙介目前还属于在落后的阶段 而最后是基隆罢免谢国良投票 即将在10月13号登场 中选会今天公布市长谢国良的答辩书 关于东岸商场产权争议 谢国良长调司法诉讼 以及行政审议都已经获得了四连胜 代表基隆市府自始自终 都是依法行政站得住脚的 好 首先是政坛最早点 依旧是聚焦在柯文哲的精华城案 那今天一早柯文哲就不满地说 这个简连搜索住家带走USB跟硬碟 比照桃圆市前市长郑文灿的案子 但检方在第二天就提出了抗告 为什么他的却拖这么久呢 严谤检察官正动用所有的力量 正在研读电脑里的资料 而确实柯文哲现在被吴宝请回 让不少人就开始质疑 这个检调是不是证据不足 想办柯文哲只是为了办而办呢 而刚刚稍早呢 北检呢也正式地向台北地医院提出了抗告 但这几天这个检调如此的大动作 我知道 那么目前呢 已经让台湾政坛出现了不少的波动 国民党立委林燕秀就认为说 假设检方拿不出直接的证据 对于抗告或再次生压 如果又再次失败的话 势必会出现政治办案的质疑以及批评 更会引发国内政治的动荡和反扑 而确实从民进党制作图卡 来替检调澄清调查新闻不法来看 党检一体的质疑声浪 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好 再来是2026台南市长选战 真的可以说是未眼先红豆 尤其被视为总统赖清德的本命区 这一张民进党能不能成功延续执政 更是重点指标 而对比民进党各派系已经开始竞逐 国民党目前依然是由谢龙界定于一尊 而今天一份最新民调也破了光 如果民进党陈廷飞对上谢龙界 陈廷飞是获得了46%的支持度 谢龙界则是获得35% 两人相差11个百分点 没想到的是 假如民进党派出赖清德子弟兵林郡县 谢龙界则以38%的支持度 领先林郡县的37% 而当时谢龙界对上王帝友 仍然还是领先5个百分点的 所以可以想见一旦民进党 在台南市长这仗 如果派系间出现了分裂 蓝绿对决的情况底下 谁输谁赢 或许都还很难说 最后是谢龙市长罢免投票 即将在10月13号登场 而今天谢龙的答辩书也破了光 不只提及东岸商场争议 是是否守住了市民的财产 更强调谢龙在谢龙市镇上 除了加速泰换老旧大型公车 更兑现了公益青年 电动机车方案的政策 不过也特别提到了 提升罢免案的投票率 才是真正体现民主的价值 既然要办这个罢免投票 就要比照办理来选举 让民众在资讯充足 而且认知正确的状态下 踊跃投票 毕竟此时此刻 吉利催票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距离罢免投票 还有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民进党肯定会在地方基层 出现动员罢免的情况 而如果国民党不谨慎 催出市民的不同意票 就怕最后结果不小心翻了船 我是齐恩 以上就是中天正经事 好齐恩 你刚刚真的很可爱 导播跟你说 北剑已经提 提这个抗杠 你就说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 对我们的非常及时的 所以北剑提提杠告了 到底理由是什么 我们现在请齐恩 去帮大家调查一下 了解一下再来告诉我们 好 谢谢齐恩 好 拜拜 朋友都知道 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就是有限的 人生来比较好 你 も避免 我 kick死了 要不要来 他是我 套门 可以 某些一份 是 我 抗光树